我 取剑 你来错地方 白蚁东君是我目前遇到的角色当中 最潇洒自艺的 最豪迈的 潜东城小霸王在此 谁敢生我师父 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为他的一些鲁莽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正因为他还是少年 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他都有重新再来的一个勇气 叶炳之他有义气 挺少年江湖的一个人 千里迢迢帮他这一趟 不见见了 动我可也不能动我的兄弟 云哥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比较破碎的 他只是特别不喜欢乱七八糟的事 你强加在我 在束缚于我 可这世道 只要逼我入魔 但是白蚁东君就是在试图告诉他 这个世界哪怕 你没有希望 但是你还有我这个兄弟 他俩更多的是一种灵魂上的契合吧 这给你 对方的一个眼神 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懂得什么意思 因为一些命运的安排 导致两个人 白蚁东君吸引 并且 跟随他 他是一个很有烟火气 且 非玩儿女情长的一个 江湖侠客 白蚁东君说什么 说 然后能一无反复 要走就走 走 他们两个可能不需要太多过分的去表达 但是他们两个内心都懂 在剧中其实我们两个参开过很多次 也不知道司风长风怎么样 这种兄弟情我觉得是最难能可贵的 易文君的一生 像是一个权力的牺牲品 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束缚 我就想跟我爱我的人在一块 我绝不放弃 不算 不休 他尽力了 他没办法 再试一遍吗 走 演好武侠剧 自己真的要很热爱才行 你有比方在哪里 他保抑我导演 一二三 来 我上一次更长了 我们这个戏整个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直在讲 我们要活得潇洒自艺 我觉得潇洒自艺就是结果并没有那么重要 过程才重要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生活在什么时代 你都要活出属于你自己的精彩 调遥 我来到你的那里 我来到你的位置 但是我来到一个人的一个很重要 还没有運送到这个故事 不够突然 你认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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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